郭台铭为了达到目的 别说不择手段 霸王硬上功 甚至杰族先登 都是有可能 所以在前天的那场 计程车工会的餐会 我们可以看出 双方可能就是已经 事先都互相设计好了 三拼三 言很大 但是谁得利呢 一川兄兄弟我们看 前天的那场 到底现在 柯文哲跟郭台铭 到底双方是怎么想的 柯文哲看起来是被设计的 还是说他将计就计 到底双方现在谁得利 昨天柯正宇的发言人说 这一场本来只有邀请柯文哲 是郭台铭透过管道去参加的 他从什么证明 他说你看我们 这个计程车工会 也没有邀请侯友宜 也没有邀请赖清德 本来就只有邀请柯文哲 是郭台铭自己跑去的 好 那讲好我们是七点 后来郭台铭自己提早跑来 那个工会理事长说 没有啊 本来郭台铭就叫他去 我八点再来啊 然后那个记者还问那个 那个工会理事长说 那桌上那一盘饮料是谁准备了 他说那不是我准备的 那是郭台铭自己准备的 很简单嘛 去吃这个饭桌的一桌五千块 五千块的饮料会有咖啡 奶茶 还有公爹 还有绿茶 不可能啦 吃这个葡萄的 不会有这种饮料 不会有那种饮料的啦 所以然后呢 郭台铭你看到他一去就直接坐在那个主桌 那个C位 手就摆这样 你叫柯文哲怎么办 所以柯文哲后来 其实如果柯文哲去怕到啦 柯文哲下车站在后台那里嘛 这个根本都不敢动啊 然后呢 这一场下来之后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因为昨天那个杨宝珍有说的嘛 他说 郭台铭就是要来跟我们同框的 背后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才不跟他同框 可是你们不是要南白河吗 为什么不同框 柯文哲是不是很不爽 很不爽 而且他现在被吓到了 我跟你讲 接下来的柯文哲 举铺为奸 他怕他走出门去哪里 郭台铭都会跟啊 所以现在陈志涵 不是那个发言人陈志涵说 他好像恐怖情人 好像我们去到哪里 他都会跟 我跟你讲 郭台铭会继续跟下去 然后柯文哲就不太敢出门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IG那个就写叫做 一生只爱你一个人 就像那个谢龙界 感动赖亲人说 一生只感动你一个人 一样的道理 这种就是情绪勒索 恐怖情人就这一种嘛 好 那今天呢 这个郭正宁的 这个现在叫发言人 这个土聊哥 他今天有接受媒体访问 我终于懂他们在玩什么了 他说 郭台铭给我的任务 就是主流民意大联盟的发言人 我的任务 就是整合这三位 推出一位最强的候选人 他的进步 他的进步是他负责整合 前两天馆长才说他要整合 在之前赵绍康赵大哥说他要整合 现在跳出来最会整合的叫做土调哥 那土调哥人家问他说 今天那个媒体就问他说 可是郭台铭如果整合完 郭台铭民调不是最高 郭台铭有可能不选吗 他说且战且走 我的任务就是整合出一组最强的 但是郭台铭有信心他会成为最强的 然后呢他就说 而且这个事情我们会继续联署 我们会联署到随时都可以送出去 但是十月底是关键 如果十月底郭台铭不是最强的 那我们就会支持那个最强的 但是郭台铭有信心 到十月底他会是最强的 郭台铭就是要做老大嘛 都土调哥在说就知道 他要做老大 然后他去整合这个侯哥两人 然后接下来就媒体就问他说 那你们是两个两个谈 还是三个谈 他说都可以 可以先两个人谈 谈完再三个人谈 好那现在谁最想跟谁谈 这个郭台铭最想找柯文哲谈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侯友宜最想找郭台铭谈 那柯文哲最想找谁谈 柯文哲最想找朱立伦谈 朱立伦谈 柯文哲跟侯友宜谈没有用 因为他要跟朱立伦谈 还要谈那个立委谈那个部分区 谈那个总统 后来说如果谈不拢呢 这个土辽哥很帅气 他说如果谈不拢 谈不拢 我们就把联署书送出去 他说如果谈拢了 最后是郭台铭民调最高呢 他说那国民党跟民众党 就要回去开党代表大会撤销提名 很强呢 这个土辽哥真的很强 郭台铭很强哦 叫黄世修这样讲 他就说他的任务就是这样 他的任务就是这样 他说我没有在管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他有信心 他会成为最强的人 好 从头到尾讲完之后就很简单 他就是在拌时间 在拌到10月底 就是这一局郭台铭 一定要扮演那个主导角色嘛 对 然后就10月底 大家来做一个民调 今天还提 他说民调要找哪几家 大家可以协调 然后讲好 看要找几家来做都没有关系 就是那个时间点决定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请问到10月底之前 谁有最多的肇事活动 当然是郭台铭 郭台铭 因为他就一直在那边联署 他要联署 所以 所以这从头到尾是郭台铭的一厢情愿呢 还是那个土条哥在吹牛呢 各式各样 就会造成接下来柯文哲 根本不敢跟郭台铭见面 侯友宜接下来不敢跟郭台铭见面 因为 我跟你讲 现在只要见面都会传出去 对 连那种没见面的都可以讲 那联署问说 抓一头后问说 你们有见面吗 他说没有啦 我们没有见面 那你不是说你有见面 奇怪 就说现在 没有见面的都可以讲 他讲说有讲什么 然后呢 有见面的讲完就跑出来讲 那是完全没有互信的基础 对 所以这一趟下来就是 这三位都没有互信基础的情况之下 全部都是郭台铭 主导了这一切 然后把猴跟这个柯 抓进来所谓主流民意大里面 上了这个牌桌 怎么玩 发牌的人 那个核官啊 是土条哥 规则是他定的 郭台铭牌早就拿好了 等你们两个坐上来 大家牌一打开 郭台铭拿的是同花顺 你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 也跑上来赌 所以这两个人接下来 要进入到两两的谈判 三个人谈判 或加入朱立伦的谈判 我想这个再弄下去 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然后再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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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